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何故要杀了他 就在今夏纳闷的时候 陆毅已经出手了 那贼人也是有些功夫的 在陆毅盛怒之下 还能与之过几招的人可不多 就见陆毅朝朝下手不留情面 那贼人逐渐开始吃不消了 在狭小的房间里 两个人的打盗难免会碰触到房间内的摆设 今夏眼见那个人从陆毅府上借来的瓷瓶要被打碎了 着急地喊道 当心 那个瓷瓶十五两银子呢 今夏这么一喊 让贼人和大人都一愣 两个人竟然听话地转身让过了这个瓷瓶 不料旁边还有个琉璃杯 今夏又喊道 别 别 这个琉璃杯也不行 这个二十七两 这一次 两个人都被今夏喊得有些懵 陆毅上手要抓贼人 那贼人此刻还顾得了那么多 一转身上去就是一脚 这一脚正好踢在了琉璃杯上 今夏见琉璃杯腾空 赶紧上去一把抱住落下的琉璃杯 还好还好 贼人见屋子里还有女人 便想去捉今夏 可他没想到今夏手里有手筒 今夏见此人奔向自己 也没客气 举手就是一枪 正打在此人的手上 此人惨叫一声 跪在地中间 路一上去就是一脚 将此人狠狠地踹到门外 听到枪声闻声赶来的陈安 没想到自己少爷 在今夏的房间 就见有个东西被少爷一脚踢了出来 定睛一看竟然是个人 便赶紧带着大家按住此人 今夏穿好外衣 走了出来 丞安 此人想必就是入室盗窃的贼人 带回六扇门审问 今夏吩咐道 好的师父 待丞安他们把人绑了带下去 今夏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 总算逮到他了 累死少爷了 路一瞥了今夏一眼 袁不头 我没记错的话 刚刚是我在与那贼人对异 你还累 大人你都不知道 为了追他 我这几天都是穿着繁复的裸裙 戴着一头的朱钗 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满街跑累死了 也别扭死了 今夏抱怨道 路一看了看今夏 的确 他的今夏这般干净素雅就很好了 实在不需要那些繁复累赘的装饰 今夏手里还抱着琉璃杯 还好琉璃杯没事 路一此刻才想起 刚刚今夏比起自己 更在意这些误解 不开心地说 你竟然能记着这些东西值多少银子 路一嫌弃地看着今夏 他的娘子对银子真是比对自己都亲 那当然 这可是跟你借来的 要是打碎了哪个 我不得赔银子呀 今夏绝了绝嘴说道 你就知道银子 就没想到我的安危吗 路一没想到自己竟然有一天 会跟银子争风吃醋 我 我当然不担心呀 今夏坦然地说道 你 路一一听 怎么连我都不担心了 大人 就这个贼人 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 就您几下就把他制服了 但是这些物件就不一样了 打碎了就打碎了 这可是银子呀 我心疼 今夏一边狗腿地称赞着陆毅 一边说出自己真实想法 陆毅生气地上手掐着今夏的脸 你还说 不顾自己相公的安危 只顾这些廉价的误解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别 别呀 大人 疼 今夏觉得自己的脸 早晚有一天会被大人掐遍形 饶命 我错了 今夏伸手扶着陆毅的手 求饶地说道 你还知道疼啊 就得让你长长记性 其实陆毅气闷地 何止这一件事情 刚刚如果不是这个贼人突然出现 他和今夏今晚会怎样 陆毅不敢再往下去想 他第一次对今夏产生了不顾一切 想要占为己有的疯狂想法 可陆毅知道 这样是与理不合的 如果自己真的这样做了 那自己就更对不起今夏了 他要给今夏一个盛大的婚礼 让今夏正大光明地跟自己在一起 可刚刚的今夏 不或者说今夏已经越来越让自己 把持不住自己的情欲了 今夏哪里知道 陆毅此刻纠结的内心呀 突然想到什么的今夏 娇笑地撒娇着说道 大人 你今天晚上来 是不是因为这几日没见到我 想我了 陆毅看着今夏俏皮 且没心没肺地笑 叹了口气说道 你还说 如果不是我来了 你穿成刚刚的样子 是要抓人 还是要让那个贼人占去便宜 冤枉呀大人 今夏一听 怎么自己就成了 大人误会了 赶紧解释 我哪里知道 这责任什么时候来 我这不打算就寝了吗 就寝 陆毅一听更生气了 回想着刚刚今夏娇媚的样子 要是被别人看了去 他不由得攥紧了拳头 既然是办案 就要有办案的自觉 怎么可以就这么不设防地去睡觉呢 你也不是第一天当差了 这点常识都没有吗 今夏听着陆毅的教训挠了挠头 我这不是有大人在吗 你怎知我今天会来 强词夺理 陆毅白了今夏一眼 下次再有这种情况 穿好衣服 不许睡 今夏眨了眨眼睛 大人说的也的确有道理 毕竟是在办案 的确是自己疏忽了 嗯 大人说的是 我下次一定 还有下次 陆毅生气的瞪了今夏一眼 那 我是京城第一女捕头 自然要为皇上效命了 六扇门也就我一个女捕头 那这种扮演女子角色 必然也是我呀 今夏无奈的说道 其实今夏说的是事实 陆毅的锦衣卫里 就有专门负责装扮的细作 六扇门的人手有限 不可能人手部门齐全 下次让承安装扮 反正天黑 贼人也看不清楚是男是女 让他穿上女子的衣服就好 陆毅想了一下 提议道 承安 今夏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陆毅 大人 你真是重口味呀 随后今夏自行脑补了一下 陈安扮作女子的样子 师父 你看我像女人吗 哦 今夏摇了摇头 不敢想不敢想 陈安要是知道大人如此安排 估计死的心都得有 啊 此刻正在压犯人回六扇门的长安 莫名地打了一个喷嚏 贼人抓到了 接下来女预备怎么办 陆毅看夜以深 问道 哦 明天审问一下 看看之前的案子是否都是他做的 再做定论 今夏以为陆毅问的是案子的事情 便老实地回复道 陆毅看了一眼原今夏 真是被他给气死了 他想问的是今晚今夏要住在哪里 这家伙的理解力 我是问你 今晚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今晚 陈安他们已经将他带回去了 今天太晚了 没必要连夜深问吧 今夏打了个哈欠 不以为然地说道 陆毅无奈地看着今夏 多说无意 他直接公主抱 抱起今夏回到房间里 今夏被陆毅这么一抱 很是意外 赶紧搂紧陆毅 大人 你干嘛呀 陆毅将今夏抱回到床上 与今夏面对面地看着彼此 我是问你 今晚在哪里过夜 算了 探完了 还是就地吧 说着陆毅起身 给今夏盖上了被子 说实话 被陆毅这么一抱 一看 今夏也觉得身上很是躁热 听到大人这么说 今夏赶紧抓紧被子 点了点头 闭上眼睛 不敢再看陆毅 陆毅坐在床边 看着今夏因为假睡 而紧闭着的眼睛 苦笑着想着 该拿你怎么办 可陆毅没发现 自己的眼神 却温柔似水 给你带来的眼睛 打散毅 别人 看着你 给你带来的眼睛